据多伦多地产局周四公布的报告 今年10月份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成交量为7642间 比去年同期的6504间上升了17.5% 从今年10月往前的一年间 本地一共有97100间房屋一手 而在今年的前三个季度中 每月年销售量的平均值为90700间 这说明本地的销售量仍处于上升的趋势 此外 今年10月份的房屋平均成交价为47.81万元 年比上升8个百分点 在各类房屋中 交易量最高的仍然是独立屋 不过价格相对便宜的半独立屋 渐渐为买家所青睐 成交量的年涨幅达到了26% 据所有房屋之首 房价最高的是416地区的独立屋 75.16万元 年涨幅最高的则是416地区的镇屋 以及905地区的镇屋和半独立屋 年涨幅为11个百分点 地产局主席Richard Silver指出 10月份的交易活动仍见活跃 房地产市场将维持这一趋势 令2011年有个圆满的结尾 入秋以后 潜在买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市场中的供应量增加 选择余地较今年春季和夏季大大增加 地产局高级分析员Jason Mercer 则表示 从10月份的数据来看 GTA的很多地方仍然是卖方市场 大多数类型房屋的价格增幅都超过往年的平均水平 虽然房价高昂 但是由于低利率的支持 本地的房主对房屋的负担能力仍去乐观 不太容易出现断供的现象 好了 以上就是大多伦多地区10月份房地产市场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